左银高铁站加上逐渐成型的半导体S郎带 北高雄未来可期 但是南高雄的重大建设却无效无期 让高铁站是否要难言再次成为话题 高雄市政府不愿意到中央去提案 那我们就来发起提案公投 我们要高雄市政府应向中央争取 高铁南沿路线于高雄车站来设站 先是议员黄绍廷发起高铁南沿近市区公投 推出一周就有两千多人联署支持 接着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 也为南高雄发声 认为中央欠南高雄一个高铁站 我们中央真的是欠我们高雄 特别是南高雄另外一个高铁站 因为像台北就有台北市车站 还有包括南港 甚至在很近的板桥 又有一个板桥的高铁站 所以它带动了整个商圈的一个繁荣 过去在我们四个这个选项当中 就有两个序会通过我们南高雄的 那为什么不听听南高雄的一个声音 南高雄这几年的人口逐年减少 尽管有机场相伴 却实用性不佳 更别提工厂林立 国民党期盼用交通建设 来争取南高雄选民的支持 不过民进党也直指 当时指示高铁不进南高雄 以及市区的 就是前高雄市副市长叶匡时 这个在2010年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就已经这个定案 那假如说 这个现在又要重启这个案 那这个已经过去 铁路地下化的交通黑暗起 长达15年 然后这个对于 这个高雄整体的 区域的发展跟交通的发展 又要重新再回来再一次 那2010年已经定案了 在国民党当时 交通部是毛次长 次长是叶匡时 双方虽然针锋相对没有交集 也没有定案 不过借此让大家重新检视 南高雄的发展 或许真有曙光在线的机会 记得高雄综合报导 这多礼拜 我就不要ada 闹路 第一次 唐 本主 不过去